接下来我们再看的就是大蒜 这么多产品里面呢 唯有大蒜是马上能够有杀菌跟消炎的功能 听懂没有 那维希是没有的杀菌 不会杀菌的 维希只是提高我们的白细胞的吞噬能力而已 大蒜吃下去马上能够消炎 盲肠炎啊肠炎啊 听懂没有 有时你泻肚子啦 然后大蒜呢 其实它有很多的功能 我们的大蒜素呢 它能够预防肿瘤的发生啦 OK 然后呢大蒜素呢 也能够降低胆固醇啦 提高好的胆固醇啦 OK 然后大蒜素呢 也能够活血化疑啦 大蒜素呢 能够生发我们的胆气啦 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啦 所以大蒜素是很好用的 所以刚才我们讲嘛 上床萝卜 下床浆嘛 不劳医生开药方 所以呢 睡觉以前吃胡萝卜素嘛 那女人早上起来 你吃完早餐 第一件事情你吃EBO OK OK 那男人不能吃EBO对吗 那你就吃大蒜 这个大蒜是EBO 这个姜的妹妹 或者是姐姐 还是妹妹啦 亲戚来的啦 她同样也有行器的功能 然后手脚冰冷的人 你们早上吃完早餐 你们就吃一些大蒜素 它有帮助 长久下去 你就会看到你手脚不会冷冷的 体就不会这么寒啦 听到没有 大蒜跟姜都是驱寒的 这是general knowledge 大家都知道 OK好 来 所以呢 我们的大蒜素里面 有加这个什么呢 干草 为什么呢 尤其是有一些 比如说 还有胃炎的朋友 如果你直接好像 你看外面 他们卖的大蒜 精华 是sop gel来的 是不是对 如果你不小心 一咬破会灼伤 那个胃的 没有没有 所以我们这个已经是有加了干草 所以呢 对那些有胃炎啊 胃问题 胃痛的是没有问题的 饭后吃 OK好 来